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州集团的总经理朱继中朱总 朱总好 云芬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可以看这个直播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同步的来上我们中广流行网 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然后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 那待会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今年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 你自己投资的一个策略了 哎 你们用养金40个月 这个你怎么看啊 哎 人家辛苦了20年 对不对 他第一次发到这种40个月 那我想就跟疫情一样嘛 因为疫情大家这一辈子100年碰过一次 对不对 因为上一次碰过疫情的人已经都过世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啊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吧 你说大部分都过世了 那你不要吓死我了 所以你1918年还可以活到现在 你不是也蛮奇怪的 所以一辈子碰到一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难得的机遇啦 好 那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羡慕 那当然航运业不止航运业 好像像我有个亲戚 他在报官行 我那天有跟他聊天 他报官行 报官行我们看到这个行业 本来你知道吗 在台湾五年前 大概就是2018年之前 事实上报官行业 他其实在急速萎缩的 因为你会看到 就是中美大战之前 中美贸易大战之前 台湾几乎被边缘化 然后那个大家的这个所有的货物 都从中国直接出货到美国去了 所以台湾的机场越来越萧条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报官行 都一直在说 然后一直在整病 一直在整病 你看哦 就是这样一路整病 整病到现在 结果突然中美贸易大战出来 所以我们要回到底来讲说 这个结构还是说 他是跟整个中美贸易大战有关的 当中美贸易大战开始了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状况 就是台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那我想我们之前在节目 也跟大家谈过 拜登一上来了以后 他马上就推了一个白宫的 对整个美国供应链的 一个检讨报告 那在那个报告里面 就是在去年的年初 第一季的时候他就提出来 这样的一个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面 80 我记得提到台湾提到84次 还是83次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从那个时间点 你就知道台湾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我这个亲戚 在包官行里面的地位 就越来越重要 熬出头了 对因为你看当这个产业 大家都回来 开始投资 然后台商从大陆撤退 那这些万一效应 他就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些国家 那从台湾一路延烧到 比如说像马来西亚 印度这些国家都是一样 好 那这个运量本身就在萎缩 那前面已经经过一个极度的收敛压缩 之后 现在突然台湾的地位暴增 暴涨 行情暴涨 那你想想看 没有那么多人 那我的亲戚就告诉我说 这个里面 资深的报官人没有几个 都是年轻的 那年轻的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的一个景象 所以很多的技术 他们就需要这些资深的人 陪着他们 所以他们的工作量 就是暴增 当他一个 那因为人不够 然后业务又暴增 这时候供应链 又出现断链的状况 那你就想到所以运价就暴涨 所以各位 我们真的 我们在要借用你的节目 跟政府喊话一下 我们希望官员们查物价 那个稍微要有一点同理心 好不好 我们今天这些什么连锁店 什么卤肉饭的 卖汉堡的 他们涨价 为什么 我听到有一个汉堡店的老板告诉我 他说他多可怜 他眼看着春节即将到来 可是他们就是春节有一档促销 那个产品要从对岸运过来 结果现在在海上飘 海上飘 他都不知道那个赠品可不可以进得来 所以他们的运价都暴增 他告诉我 他的货物的运输成本 他整个进货的成本 运价成长了五倍 成长了五倍 你当他预价这样成长的时候 他不涨价怎么办呢 那可是他一涨价 今天light today就有新闻出来 说行政院检察官调查他们 拜托用检察官 用这种调查局都下去 调查物价 我觉得真的是拿着牛刀在那边挥 那你去挥这些食品业者 这些食品业者 各位你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 请政府官员去看一下物价 看一下我们的行情 听听运分的节目 你就知道农产品涨了多少 油价涨了多少 这些成本上涨 那当然我们要把中间 通路商这些有中间 因为你原物料上涨 然后把这个物价就去拉抬物价的 这些人要抓出来 可是你稍微读一下资料 也不需要用到调查局跟检察官出来 你检察官出来 这个这不是吓死大家吗 大家还以为我触犯什么国安法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不去抓诈骗 然后抓这些 真的是气死人了 真的是气死人 抓诈骗要用调查局啊 就是啊 昨天那个谁 林承鄞不是说他也收到 蔡明忠赖他 我快笑死了 说富邦不用钱 对说富邦那个不用钱 快笑死了 已经猖狂成这样了 我刚才咖啡差点喷出来 结果现在多少人啊 二五四 二五四 哎呀 哎呀 大家要讲 大家赶快上来看 大家要讲那个红包行情怎么赚啊 还要讲美国会不会继续涨啊 真的用那个去查真的是太离谱了 到时候我被调查 说我说我这个蛊惑人心 嗯 哎这最近离谱的事很多啊 你们都不查一下吗 那个阳明叫人家认股哎 哈你不能认股票 你还不让你升迁哎 你们这都不写一下 真的哦 是啊过分吧 过分吧 好 大雨一定要讲一下 赶快赚钱 赶快赚钱 哎 先讲你那个表啊 哦 好 先讲那个表 哎没想到真的出现一万八千五 哎呀两万不是梦啊 哎呀我当然知道 待会你什么时候到啊 慢慢来啊 我觉得真的最好笑是 哎太急的话 大家都赚不到钱 好不好 台积电昨天那场跳涨 就是吓死人了 所有人都在卖股票 蛋也涨啊 对蛋价也在涨 蛋也在涨 没有你的运价涨啊 我觉得今年 今年真的通货膨胀要小心啊 因为那个电价搞不好也会涨 缺电 这个是肯定啊 我喝咖啡啊 还没涨 咖啡都一直在涨啊 嗯 他们他们正在拿肝在换 我们的消费 哎呦 辛苦啊 好 欢迎欢迎李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商周集团的 总经理朱继中朱总了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当然很羡慕人家有40个月的年终奖金啊 不过你就跟我们讲年终奖金自己赚嘛 对不对 好那呃 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行业别的差别 好那因为经过整理后的行业 他现在突然碰到这样的供应链 所以他爆赚 嗯 所以你看长龙长龙这个一年赚了上千亿 嗯 就是他分给员工 这也是叫正常嘛 对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啦 嗯 那所以大家羡慕他固然 那可是我们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要去思考一件事哦 嗯 呃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的行业嗯 到底还有没有一些发展的空间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大家应该去思考 那特别是旅游业经过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整病以后 那我相信旅游业一旦等到呃 飞机可以开始飞国境开始起风的时候 旅游业也会报复性的反弹嗯 那这个服务业你在美国你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呃不太一样的像上礼拜有说那个游轮啊 嗯 游轮现在变成是那个什么流流行病就是 这个病毒的传染的温床 所以这个流流轮的股价就是大跌好 那可是我我觉得你排除这些 你就会知道一个应该这个就是循环产业的循环嗯 这个行业他只要有固定的需求 当他大被大量的淘汰了一群人以后嗯 大量淘汰一群公司之后他未来他还能够存活的公司 他很可能体质就非常好嗯 那这个放到投资市场也是一样 那我觉得就是说经过过去两年的大涨嗯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好 那我这边可以给大家呃特别看一下呃这边我们有一张图好 这个整理给大家看一下好 各位你看到这张图里面在我的呃在右手边的这个 我的右手边的这个图就告诉你说 事实上在美股的大涨行情里面大部分集中在什么集中在大型股 嗯那这个集中在大型股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呃之前 我想上一段节目你们有特别提到ETF嗯因为ETF他买的就是这些指数型的公司 所以那因为当航期代表大涨然后因为低利率所以当这个股市呃去年一整年美股美美国股票型基金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进去那这些呃这些钱他进去一定是优先买指数型的股票那再加上像微软啊像这个 啊这些公司他们其实都有做数位转型他们的数位都做得非常好所以你会看到像微软的股价这样一路往上走好那呃这个大型公司表现非常好可是小型股相对就是差的嗯那在昨天的行情里面大家也看到嗯当台积电跳空往上涨的时候你看到其他小型股就就倒栽头了对啊对不对一个人的50嘛对嗯一个人的50然后而且更可怕的就是说指数 指数会跳得很快嗯那指数跳快了以后大家就会害怕嗯好那可是这里面还是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这些大型股可以长得动嗯关键第一个有资金嗯第二个景气是好的啊好所以整个景气到目前为止那我们就回头看嗯你刚才问我有没有红霸黄芯对啊那今年呃要不要喝点水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这个激动啊不是因为口水呛到因为水太多了哈哈哈好那我们这边有给大家统计 好在我右手边一样嗯台股的红包行情有没有这边数据给大家看嗯就是在封关前的20天跟封关后的20天80%的几率是上涨的嗯然后那这个80%的几率大概会涨多少呢指数大概涨1.5%到2%左右 那现在就涨给你看了好那所以指数已经涨上去了嗯可是我们要讲因为你现在是在高档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什么你要看就是呃这边我觉得第一个你的心态要调整你千万不要以为这边是呃陌生段嗯好这边并不是陌生段因为景气刚刚从这个呃疫情当中嗯恢复好那恢复以后经过那个快速的反弹之后嗯现在我们顶多是 到所谓的第三阶段那第三阶段意思是说他回到正常的成长那正常的成长景气还是好的那你可以从几个东西来看我想今天的新闻里面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重点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恢复扩张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制造业恢复扩张他代表因为中国还是世界的工厂嗯那代表全世界的需求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嗯那这个全世界 因为疫情的关系压抑了以后我们跟大家一直在分享今年的上半年的成长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因为第一个你从消费品的成长这个你从中国的制造业你就看到了第二个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关键是电动车汽车的这个需求因为呃我我之前来节目我想我也有讲到美国十月份的汽车销量开始往上谈升 十一月为止跟十月差不多我们现在就看十二月那你看到就是原来汽车在去年下半年的过程里面他因为缺晶片嗯所以他的很多车子都交不出来嘛像今今年你去问进口车商嗯他都跟你讲说你要谈价格谢谢再联络啊对对那个每一个气势都非常高啊他们甚至都觉得哎也不需要宣传啊嗯我们甚至去问一些进口车商我们在讨论呃今年的行销的时候他都在担心说我今年的车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港嗯 所以你看到这个汽车供应链缺货的这个状况他其实正在慢慢的修复当中所以他这个汽车的需求他不他现在因为没有被满足他未来会递延嗯所以我们就看好说今年的上半年单单汽车消费的递延他就能够把景气撑住嗯所以你整个来看就是说至少在今年的上半年对景气都不用太担心你真正要担心的是下半年嗯那景气在上半年的状况 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资金的这个宽松的问题哎那你可以帮我们用时间轴来分辨一下比方说啊第一季啊第二季啊上半年啊这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状况啊嗯嗯呃我想在第一季跟第二季之间哈嗯我们看这张图好这张图给大家看嗯第一季基本上还是一个复苏的状况嗯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资金宽松的状况嗯那为什么我讲资金宽松FED还在慢慢的缩表当中对 虽然他提前加快的速度但是资金还在增加嗯因为他只是在缩表他还没有完全停止嗯那还没有到完全停止他什么快什么时候会完全停止最快最快也要三四月嗯所以你就等清明节吧哦好所以春节基本上无余了嗯那大家要担心的是清明节了嗯那当然因为这个节目影响力太大有可能造成市场的看法都变成一致以后呢这个时间就会压缩好不好 那那所以就是本来我们如果大家看法没有那么一致也就算了嗯如果大家现在看法都一致的话很可能我们本来涨10%的现在就可能只有涨8%嗯好那这个只是这个幅度的差异但是我们要讲说景气在第一季的状况都还是好的嗯好那那我觉得观念就是在这里好那既然景气好的时候那我们就讲到红包行情的几率又高那所以事实上你现在有钱你你应该要去做投资只是你在投资的时候你必须要选择一些方法 否则你很容易套了对方法很重要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观点不能不看美国要怎么看对还可不可以持续创新高这是关键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好我们大概可能要谈一点点美国好嘞好嘞哎那个那个表给我好啊这个好像没有提到那个 今天人很猛哦哎刚刚我看了一下哎好像有一个一个一个那个耶好像有一个性内病那个案例哎刚没看到好像那个那个什么东西哎我真觉得每次都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去年也是啊 哦哎呀哈哈嗯 又来有本土案例呀但都进今天有一个是本那个机场然后有对啊然后其他都是境外去境外营物会很多可是就是到了那个 近本土案例会比较我觉得比较可怕一点 好 待会讲一下那个 美国再讲一下台股 大家都很担心 那个万八都看到了 还有没有红包行情 对啊 我们一次邀请六位老师 在1月9号16号 两个天下开展 有陈时兴 艾迪 游泽 黄贝迪 德涛 以及德老师 并且即使没有那么选 讲座报名 提上新传媒学官网 或电站022362 2226 混沌时刻 冷静面心 保持清零 徐印交会 能服务清零 综合全局 你委员会赶托吧 什么委员 21号没有没有 我本来我是从高雄回来 我早上要去高雄演讲 又要去高雄 是那个活动吗 没有没有 去汉莱跟汉莱的高阶主导 因为你之前不是有去吗 你不看名利也有去啊 哦那个没有我我现在每个月要去高雄 我们在高雄有开课啊 所以我要去主持课程 我下礼拜十三号就要去高雄主持 每礼拜 21号对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上周集团的总经理 朱基宗朱总来聊一聊 因为刚刚有聊到了这个整个行情啊 比方说第一季第二季资金行情还在不在 但有很多人也很关心 就台股就忙就已经就就一开端就给你破万八了 就很多人讲那红包行情是不是都已经没了 那我觉得一个关键我们先看美股啊 美国的股市要持续能够涨啊 它真的是全世界的光明灯嘛 所以美股要先看 再来看台股的机会好不好 对所以我刚才在上一段节目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中国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又在持续的扩张 那所以中国的制造业持续的扩张 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 中国的制造业它才持续的扩张 所以中国的制造业能够持续的扩张 中国出口最大的国家是哪里 就是美国嘛 那中国制造业都在扩张了 你担心什么 中国制造业不可能全部都卖在中国境内 因为中国境内事实上它的内需是不好的 好中国境内的内需是不好 因为我最近听到 中国连这个公务员都在减薪啊 好它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减薪20%啊 那所以你就知道说中国他其实他自己裤带已经在勒紧 但是他现在还好是什么 美国让还在扩张 因为美国今年的财富效应是非常恐怖的 那各位我们在去去年有看到去年9月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看到 美国很多的55岁以上的人 他是提前退休的 然后25岁到55岁之间的人 他是很多人是疫情之后 他就开始去炒股了 好因为股市涨太好 房市也在涨 所以大家算一算我不必辛苦工作 所以美国人现在还在陶醉在他们的财富效应当中 可是我讲这个 就是提醒大家 这个财富效应不可能持续太久的 所以最终这个泡沫一定会到 那可是现在泡沫还没到 那泡沫还没到之前 泡沫的最尾巴其实是最甜美的一段 好所以各位你不要太早离开 那你不要太早离开 就是我上一段讲的你要有点方法 第一个你手上要保持现金部位 那你的现金部位现在还不需要到太高 你要随着今年从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越往后你的现金部位要稍微拉高 所以你现在往上走 好一万八已经过了 那过了一万八以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两万嘛 因为台积电才刚刚过前高 刚刚做过前高 那就简单说他的那个前面的高点 他去年的那个高点还他只是在碰而已 他慢慢在挑战他还没有创 他一定会创历史新高的 所以各位你你现在可以看着台积电做 因为你看着台积电台积电代表了一个大盘的一个指数 代表了一个大台股指数的一个位置 他昨天创一个波段新高以后 好他拉回整理这个叫正常 那他也讲了他未来两年 好两到三年的那个资本支出是会大量增加的 所以你真正要担心的是 当他的这些资本支出 因为他现在还在扩厂 那个晶圆还没长出来好不好 等他晶圆落地生产的那一天 你才开始担心 那这个时间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两一年半以后 所以一年半以后 那个时候半导体才会 才会出现越来越担心什么 就是供需失调的问题 现在还在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好所以要 你最近这两天又听到那个Ashmo Ashmo有火灾 德国的藏有火灾 所以他会造成半导体的供应链更紧张 好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整个在科技股上面 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出现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所以景气好没有错 但是景气好在哪里 你要搞清楚 各位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特别看到 需求还是强 可是你看到需求强的东西 会是什么 晶片上面需求强的是什么 是车用晶片 所以你要找的是跟汽车相关的 所以你看昨天Tesla的股价在涨 好那这个在已经某个程度告诉你说 当晶片补足之后 电动车一定会再上来 所以跟电动车相关的这些股票 他理论上他在未来半年当中 至少在这一季当中他的表现还是会不错的 所以你要往这个产业去找 来另外第二张图给大家看到 个人电脑跟商用电脑这个需求 科技的需求还是在涨 可是什么 个人电脑慢慢压抑了 他的需求因为比较机器已经拉高了 可是什么在涨商用电脑在涨 因为商用电脑它是固定频率在换的 就像我公司去年获利好了 那我今年我一定是赶快换更好的电脑 换更好的电脑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这个世界是元宇宙的世界 进入元宇宙 你怎么可能用过去的电脑再继续run呢 你用过去的电脑再继续run 你根本run不动嘛 那所以你看到 Facebook Microsoft 都已经开始推出元宇宙的新的眼镜也好 AR VR的这些设备也好 它代表技术持续的推程出新 所以你要买的是什么 是商用电脑 好那商用电脑包含哪些 不好意思 你现在看到的基本面好的公司 它股价都已经上去了 所以都是这些高价股 可能都是500 800 甚至两三百的股票 好那可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交易机制给了大家一个方便 你可以买零股啊 对不对 你1000块的股票 你就不要买1000股嘛 你就买零股嘛 只是你那个按那个手机的时候多按几下 对不对 就是多按几下 就零股还不是一样 对不对 你可以享受100股的乐趣 对不是100张是100股 好对不对 那所以我觉得 那你还是要看到这些 像我来之前 我在特别看了 有一档做server的这个公司的那个报告 好围影 好围影是帮FB跟那个Google 而不是FB跟Microsoft做server的这个公司 它在看的就是什么 就是元宇宙 好真正的元宇宙概念股是像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当然它是做硬体制造的 那我们也有一些是软体的 好像什么霹雳布袋系之前就有特别涨过嘛 好那这些东西都是新的 那这些新的科技的确它还会有持续的推陈助金 这些你都可以留意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说 有一些朋友你如果担心害怕的话 我们这一期Smart致富月刊上面推荐的那个退休老师 谢老师的做法我觉得就蛮值得推荐给大家 好那大家可以比较安定的稳定的赚 报名牌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去年大赚啊你啊 我去年哪有大赚 有吧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压到中国 中国就压抑了 所以balance掉了 中国就等着今年来赚 对啦对啦 去年赚个大概15-20%吧 很好啦 我跟你讲啊 本大啦 15%就很惊人咯 哎呦您真是会讲话 我以为期待是这样啊 本那么大对不对 对是 嗯 他要讲这个吗 一直讲他的 不过他比较像存股一样 对啊就存股 慢慢卖啊 可是现在大家急的是说 在那个资金行情之前 还有哪一些个股可以短打的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好像需求是这个 好短打的我们可以 对啊 他比较像 嗯 短打讲前面的嘛 嗯 短打就讲这里 嗯 他比较像存股啦 而且他的本也还蛮不错的啊 嗯 因为每一年我觉得春节都好紧张啊 嗯 就怕那个 疫情万一又有一个什么变化 然后你到了新春红盘的时候 那开始有压力 你这边还真热啊 啊 这边好热啊 这也很热吗 那22度耶 我只穿一件我都觉得好热啊 哦那你该坐在我旁边的关系吧 对对对你热情如何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你自己看22度耶 啊不然就是啊你那边有灯啊 它为了比较好看那边有灯啊 哦 灯哦这个灯真的很热 我也不太喜欢开这个灯 对啊大家都很想要看那个短打的吧 现在就人家长期持有 een o .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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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是过年之前 你刚刚讲了资金行情也还在 然后景气也不错 趋势我们也大概了解了 到底有没有比较短打的一个趋势 是不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几个东西 包括Smart这一期他在讲的 其实谢老师里面有一档股票叫联电 联电他报了很久 而且他报着都不放 各位你如果看好半导体的话 那事实上联电他现在大概在60块附近 那他还可不可以持续投资 我个人认为是还是可以的 好那那特别是从联电开始 你往下延伸 我认为跟台积电相关的股票 台积电转投资的公司 台积电供应商 台积电的供应商 因为台积电的设备商 都还会在持续的在添购设备 因为他还在持续的扩展 这些公司都确保 他们今年的获利是会不错 当然这些公司的股价都比较高的 好那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 好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叫上品 好4770 这个上品 那商业周刊在上一期 我们也特别介绍了这家公司 他做什么呢 就是他的那个 因为那个半导体都要用特用化学品 那那个特用化学品要有一个输送的管线 那个管线里面他要有涂料 好那所以这家公司原来是做铁佛龙 然后后来他转型去做这些设备 所以他做了半导体设备 那现在各位你去想想看 当台积电要扩厂的时候 需不需要他的东西 一定需要 所以他已经确保了他的业绩会持续的成长 那他现在刚刚从新贵转上市 好那当然股价因为比较高了 今天这个股价也跌了一些 那可是我相信像这样的公司 他慢慢你各位可以去注意 他的这个整个绩效就会展现出来 因为随着台积电开始扩厂 那随着台积电扩厂 那最近涨最凶的一档股票 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之前 Smart制服务院看也特别介绍过 叫三浮化工 四七五五 各位你去看看三浮化工 三浮化工做什么 就做半导体的特用化学品 好那现在气体会跑 那装气体的管线会不会好 对那这个是同样的同理可证 好那所以当我看到三浮化工长成这样 我就想到上品 上品他做这个设备 那他的管线需求 当然也会再持续的好下去 好那更不要讲说 台积电还有一家转投资公司 这个转投资公司 现在还在新贵 那这个新贵的公司 那其实大家也要注意他 那只是他最近这个股价也涨太多了 所以目前正在修正六七八九 很好记得代号 六七八九 但是他股价已经超过五百块了 好像已经超过五百块 可是这家公司呢 各位你可以去注意一下 他已经在持续的扩敞当中 持续的扩敞当中 而且台积电能够转投资的公司 非常非常好 取子可数 那这家学 这家公司叫做血统存证 所以第一个血统存证意思是什么 经营正派 你不用担心他 第二个呢 他又在基本面的这个 这个当口上风正在吹 已经起风了 好吗 成像起风了 这时候要干嘛呢 就注意一下这些股票 那我讲的这些都可能已经长得比较多 而且你讲的都好贵啊 好 那我们讲便宜一点的好不好 那我们讲便宜一点 像光阳科 哎呦 他不是也是 对 可是各位你有沒有注意到 光阳科是不是也在供应台积电 也是一样嘛 那所以你从这个逻辑去想 而且光阳科做什么的 他做回收的电脑材料 回收电脑材料 那各位你去想啊 苹果供应链要求他们会逐年增加 他们所有供应链里面使用回收材料的比重 全世界能做的有几家 台湾只有光阳科一家啦 为什么会产生经营权争斗战 为什么这个台钢集团会说 哎兄弟啊 我进来了 你要我走可以啊 股价上来我就走啊 那各位他已经在公开跟大家讲了嘛 那大家要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好所以那你知道了 当然后面台钢可能会卖股票 那这个是潜在卖啊 可是你就知道说光阳科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嘛 好那所以我个人认为你现在要挑的 就是跟着主流走 那跟着主流的外溢效应 他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公司 好那我们再讲一档 我在这个节目一年前我曾经讲过的一档股票 叫长新化工 一样嘛 你看到三幅化工长成那样 你想想长新化工会寂寞吗 那长新化工基本面好不好 各位你去看一下他的基本面 那我是不知道公司的股权 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移转 好他一直就是那个股权有做一些变动 可是他慢慢最近他的股价开始在上来 好那长新化工也是值得大家注意 因为他的整个基本面非常非常的好 好因为也是一样特用化学品 这些围绕着在半导体周边的这些公司 好那这些公司涨完之后 那各位你当然你可以再回头 再去看一些传统的公司 我刚才讲光阳科跟长新化工 都是四五十块的股票 你再回头再去看一些 现在比如说电动车概念股里面 他会影响到什么 比如说铜价 铜的价格 他事实上有可能他是不会下来的 因为接下来整个 那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做铜的公司 这些做基本金属的公司 他有没有做一些转型 他有没有做一些改变 那未来随着电动车在起飞的时候 这些跟铜相关的公司 他们的股价都相当低 都是大概二三十块左右而已 那这些反而是大家可以去注意 那这里面有一些公司 他甚至原来在做铜 后来他因为开始转变 因为他们都做电线电来 所以他们可能都有 有一些转型去做什么新的能源 好 比如说做鱼电公升 做太阳能 等等之类的 做电厂这些 那这些都对 我觉得都是2022年 大家可以特别留意的 尤其是什么 叫做除能设备 好 各位你会看到像台泥都去做 这个除电设备 那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传统公司 他们介入这个除能设备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谁 台塑集团 即将在春天 好 春天到来的时候 也会宣布他们要大举介入除能设备 所以这个除能设备相关的股票 各位也可以注意 所以我们要讲就是说 整个产业正在转型 台湾的机会越来越好 那整个产业 美国的成长是持续的 目前还在低利率的状态 所以这几个元素加起来 你对股票市场你不用担心 你看你可以期待什么 你要做好的是什么 你的资金的配置 你不能100%都全部压进去 你要保留一定的现金比例 因为涨多了以后一定会回档 回档的时候都是你的好的买点 哇 好这样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好 我们就是当然把这个支付月刊 其实这一期我们有贴在我们的直播下面 让大家可以同步看到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商周集团总经理 朱继忠 朱总到我们的现场 跟大家来做这么清楚的一个分享了 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赚到一点块钱 但如果说你要存股的话 可能还要等行情比较缓和的时候 再来做这样一个存股了 谢谢朱总 谢谢 拜拜 拜拜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ti kit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